一開始他描寫歐洲社會跟華人社會這種是蠻客觀的 他為了提出東方跟西方社會價值觀不同才特別去寫了西方 就是東方人應該要支持死刑這樣 其實我有點沒有很懂這一段 這是一個判決書嗎 真的判決書 不是 我真的以為是報章大致的文章耶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沒有判死 起來就是會判死期啊 他已經覺得他有罪了才去寫這些話就會比較主觀 包青天如果就是犯了錯然後就殺人 然後這樣子很大塊人心 然後他說今天到今天也是一樣 沒有真的沒有大塊人心 沒有人 我不知道我自己不會因為有人被判死期了 然後感到開心 對 我覺得這樣也蠻不客觀啊 因為生命為什麼要被 有區別 就是生命的價值為什麼要被這樣子的區別 為什麼殺小孩這個人就比較清潔比較壯大 就好像說 反正他也想死 所以我讓他死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我覺得這讓我偶爾覺得蠻奇怪的地方 我覺得這 應該不是大家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棒 你這樣子讓他死也不會比較有道理啊 法官也是人不是神 他可能也會有社會的壓力 所以 他的文字都是感覺出他 不是很想判他死期但是 就是 基於社會還未成熟 有社會的壓力 他才會判他死期 我的感覺是這樣 我是不怕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判決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這個判決的合理性在哪裡 只是跟他說阿架都覺得你應該死 就是要看民意的時候 他覺得你是 死期是不違見的 然後大家覺得你殺一個人 不會判死我們之類的 這樣子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 可能讓我們接受 對 或者說 數字傳統 說傳統 就是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做的 這個也可能讓我們接受的死期 在現代是一個合理的東西 這樣子 謝謝